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一节讲到本经的宗旨 在讲记的第四页 最后这一段 我们说到修行 乐实在四好 存好心 说好话 第三句是行好事 这条很重要 如何把你的好心落实在生活当中 工作之中 除世待人皆无 这才叫行好事 好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总结四处世间的圣人 所以圣人就是个明白人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讲呢 世处世间一切发的 所以 性相 理事 因果 完全通大明了 这样的人呢 我们称他为圣人 在印度呢 称他为佛陀 称他为菩萨 我们要如何把自己提升到神圣的境界 这是我们接受佛陀 教学唯一的目标 这是真正的好人 好事 具体来说 这些大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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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佛要这么说法这样教导我们 佛所教导的 前面跟诸位说过 头一个要破魔剑 魔剑里面头一条身剑 一切众生执着这个身生活 为了这个身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我们在座的同修 无论你是老修行 或者是今天你才来 你能在这个地方 欢欢喜喜坐上两个小时 佛经典里面讲 都是过去身中 多身多劫中的身根 如果没有身后的身根 两个小时坐不住 多身多劫及的身根 为什么今天还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们都念过《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你看看阿舍王子这段经文里面 释迦牟尼佛跟他们讲 跟大家讲 他们这一帮人 过去身中曾经供养四倍义佛 古时候讲的印度这个义 印度的义跟我们中国讲的不一样 中国是万万叫一个义 印度有的时候十万它叫一个义 百万也叫义 千万也叫义 所以究竟它是用哪一个做标准 我们很难说 就是用十万这个数字都很大了 四百亿 曾经供养这么多祝福如来 现在还是反复 由此可知 我们过去身中种的善根 绝对没有输过他们 才知道经供养的善根 才知道经上常讲善根 善后 真的是善后 善后 依旧出不了轮回 依旧不能了生死 还要搞三八道 这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善悟 地藏经上有一句话了 知苦落法了 这一句了不起啊 我过去讲这一句 这一句用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如果要知苦落法 问题解决了 决定不会再搞六道轮回了 我们不知道苦落法 我们也不知道善悟法 这在佛法叫 愚痴 我们要承认啊 凡是对自己有利益的 悟法 不是善法 凡是对众生有利益的 是善法 道理在哪里呢 为自己有利益的 正长莫知 六道轮回的根 就是莫知 你天天在正长莫知 这还得了吗 你怎么能处得了六道 《法相为时宗》里面讲的 莫那时 四大烦恼 长相随 莫那时一根 我们常讲我的意思 那就是莫那时 才起作用了 莫那时的四个烦恼 第一个是我见 尽是见解 认为这个身是果 或者认为能够思想的生活 这属于我见 第二个呢 我爱 第三个呢 我吃 第四个 我慢 你看看 我见 我爱 我吃 我慢 这四个东西天天在增长 你还能处得了三界吗 所以 供养四倍一佛 也没用 你该怎么轮回 还是怎么轮回 该怎么堕落 还是怎么堕落 那么真正修行人 头一个 要把转莫那时 为平等性质 转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制 第六意识 莫那转了 烦恼就断了 烦恼章破了 第六意识 转成妙观察制 俗之战破了 我们这两种障碍 天天在增加 没有减少 所以 清净四倍一佛 还是不行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你才真正知道 善恶法 什么对自己 是善 什么对自己 是我 所以 齐心动力 为自己 这是我 这不是善 为自己的名 为自己的利 都是挣扎 我 我记 我爱 我吃 我慢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只要你这个四大烦恼不断 还天天在增长 你就出不了三界 说老实话 你念佛也不能往生 念佛人真正往生净土 从前 从前离宾南老居所说的好 一万个人当中只有两三个 那么其他的那些念佛人到哪里去呢 给主义说 百分之九十都到我鬼道去了 为什么呢 鬼的贪心很重 只要你这个我见我爱 我吃我慢在增长 你就跟我鬼道打上了教导了 所以将来的前途是往鬼道去的 来生的人生的不多 升天的更少 往生的一万个人当中 确实只有两三人而已 这些道理四十真相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清楚 自己的前途决定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一念觉 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一念谜呢 那是一片黑气 明白这个道理了 所以一定要用好心 出事待人久 好心前面讲过 真诚心 清净心 清净决定 不染我 平等心 你修学决定是自卑而尊人 自己谦卑尊重别人 真正修平等心 你修学决定是自卑而尊人 你修的是清净心 清净平等 觉悟在当中 否则的话 你迷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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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人 一切人物交往的方法 而一切人物 我们人是个社会动物 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成 那么由此可知 人与人的交往 关系最为密切 而交往当中最亲密的是夫妻 世界 宇宙 我们做一个比方 好比是我们这个人身 是这个人的身体 家庭 夫妻呢 是我们身上的一个细胞 如果这些细胞都坏了 我们晓得 这问题严重 对生命就有危险 所以 社会 会不会安全 过家了 会不会安定 世界会不会和平 看什么呢 看家庭 夫妻活活 这个家庭决定幸亡 家活万死刑 社会 一定是安定 国家 世界 一定是和平 那么我们今天 冷一眼来观察这个世界 许许多多的器官 我们人身体 各不各的器官 细胞都坏掉了 不同的器官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 一个人身体 不同器官 构成这些器官 这些细胞 都成了问题 我到一个国家地区 我首先看什么呢 看这个地方的 离婚率 有多高 如果离婚率 超过一半 这个地区 我不住 为什么呢 他社会有严重问题 这个太可怕了 孔老夫子常讲 唯邦不拘 乱邦不辱 唯根乱在哪里看 看离婚率 看这个家庭 合不合目 很少人 他注意到这些问题 所以四舍法 应该从哪里做起呢 从家庭夫妇之间做起 你如果夫妻都能够修四舍法 你们的夫妻一定和和 所以是 背头皆老啊 你这个家庭充满了 幸福美满 佛教我们这个方法 你要会用在夫妻之间 用在家庭之间 从家庭扩展到社会 你再用到你的事业之间 然后再扩展到 交集应酬 出师待人接物 你要会用啊 四舍法里头一条 布施 这个布施 它的范围很在小 不像六度 六度的那个布施范围 非常深广 四舍法里的布施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是什么呢 请客送礼 夫妻 夫妻当中也常常请客 也常常送一点小礼物啊 你们想想 佛教给我们这个 有没有道理 尤其现在 这个工商业发达 出门旅游的机会也多了 许多是公务的事情 去旅游 回来的时候 带一点礼物 送给你的亲人 不能忽略啊 不能忽略啊 要通啊 要沟通啊 对于亲人 不能够隐瞒啊 我有一次在新加坡 遇到有个 大概生意做得很不错 四爷爷做得很成功 他跟我说老实话 他跟他太太之间都隐瞒 他有多少钱 他太太不知道 他太太有多少钱 他也不知道 这成什么家呢 这个不是一家人啊 那么他的前途四爷 会不会真的发达 有前途呢 很难讲 如果有真的他四爷 做得很好 做得发达 他前身修的佛报 那我们很清楚 他这一生结束之后 他的四爷就完了 绝对没有集成人 没有集齐的后裔 来集成他的四爷 不可能 家之不活 互相隐瞒 没有诚意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就慈悲 没有用在夫妻上 如果说 如果说夫妻 我先生修佛 我懂得用真诚心对太太 太太用虚伪心对先生 没关系 时间久了 会感化了 黎明显 你问多中国历史 我们中国讲 孝道 头一个 孙王 大顺当年处的环境 恶利到极处 他能以三四年的时间 把全家人感化 靠什么 真诚 一丝毫虚伪 都没有 这叫菩萨了 这个真正叫行菩萨道 所以菩萨道从哪里行呢 从你的家庭 从夫妇里面开始修 夫妻要不活 你学佛是假的 不是真的 兄弟不能和睦 父子不能相亲 你的学佛是等于零 佛所教导你的 你一丝毫的受用 你都没有得到 那么出家人到场 也就等于一个家 我们到场 是很复杂的一个家庭 所以我很感慨的 在前面讲 如果能有一个僧团出现 全世界中生都得福 要四个人 真正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立扬 放下无欲六成 放下贪嗔痴慢 这四个人在一起共修 那这是真正生团 我这五十年当中 找不到 我们华藏图书馆 这么多人 每个人一条心 彼此都有隐瞒 没有法刺 我很清楚 我很明白了 我诚意地帮助你们 你们用虚伪心对待我 口诗心扉也 扬奉应违也 我怎么会不清楚 你们如果真的 同心同德 如法修行 我就不会在这个世界 到处云游啊 因为你们自私自利 没有方向 你们的五直 没破 诸位要知道 五直破了 你才能正到 虚头还顾 小臣粗口 大臣呢 粗性位的菩萨 好像读书啊 这个大臣佛法 菩萨位次 五十亿个阶级 像念书一样 五十亿年级 那是到最高的学位了 五十二年级的 就成佛了 就圆满了 这个 五直破了之后啊 这才是一年级的学生 我进 我爱 我吃 我慢 没有断 你在佛门之外 没有进门啊 那么有此可知 我们无量界来 供养那么多祝福如来 世事修学佛法 都没有达到一年级 都没有达到 这个水平了 所以功夫不得了 果然大到这个水平了 菩萨道上 你就会看到自己进步 虽然有退步 退步当中也有进步 进进退退 佛家讲三不退里面 你得到的是未不退 这个为什么 保证你 不会退落到三不倒 你正的许多幻苦 决定不会到三不倒 进是升天 退是到人道 不会到我道 所以它有个底线 我们今天没有正的这个果位 我们会退到地狱 这个事情麻烦大了 就像《地藏菩萨彭院经》里面所说的 没有正到这个果位之情 我们在六道里头 肯定是在三窝道的时间长 三善道的时间短 你真了解 真明白 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可怕 心里面生恐怖心 这样你才会勇猛精进 你才会睁开 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大事不是小事 绝非而喜 遇到佛法的缘分 非常稀有 很难得 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决定要抓住 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 世间所有一些事情小事一转 这个事是大事 今天修佛同修 包括出家人 几个人知道这是大事 夜半人错误了 把世间明文立扬看作是大事 还是存着由 欺骗别人的念头 出家人欺骗信徒 这个欺骗的念头 道心 贪图享受 这个念头没有放下 这个心是贪心的 损人力极的念头 没有放下 这怎么得了呢 无论怎么样苦修 到后来得不到结果 你要问 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们套一句古人的话来说 不读书之过 在佛经里 不读经之过 你没有认真去读经 你不了解佛教我们的是些什么 经典里面讲的道理不了解 方法不懂得 境界也无所知 我们学佛 我们学佛 盲修下列 怎么会有成就 我们是读弥昔然 不是读觉真境 再不回头 现在大家都担心 现在大家都担心 劫难现前了 这个大灾难现前 大灾难现前 麻烦就来了 为什么呢 肯定躲上头 你有把握 能生天吗 你有把握 能生极乐世界吗 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德行 能够跟天人的水平相等吗 我们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 那个地方是读上善人 我们是不是够得上上善的水平 这个事情 求阿弥陀佛没有用 你要够得上他们的水平 阿弥陀佛很慈悲 想借你去 极乐世界的大众排斥你 你是个握人 你的心握 你的口握 你的行为握 大众不能接纳你 阿弥陀佛也没法死 所以我们的修书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心要修纯净 心要修到纯善 你不认真做 怎么行呢 从哪里做起呢 从弟子规做起 弟子规是我们中国古时候 叫同盟的 叫三四岁小朋友的 现在我们为什么认真学呢 我们从小没有接受这个教育 你要想做圣行 你要想做佛菩萨 你一定要从这做起 你不从这里做起 你没有根 没有底 像盖房子一样 你没有地基 你要想真正成就 现在赶紧打地基 还来得及 你要把这个看清了 只教小孩的 我们后必要学 那你就完了 你学大成 你学最上成 你没有基础 不能轻慢 在佛法里 从这一步 集胸筋做起 你们有这个基础 什么样大成佛法 全都落口 这是希望同修们 一定要注意到的 所以 四设法 用在家庭 家庭里面 同一个要晓得 待人要有礼 要尝诵礼 尝尝请客 第二个是爱语 爱语是关心对方 爱语不是甜言蜜语 你不要搞错 爱护对方 真正爱护对方 你看到对方有故事 常常规劝他 以你的智慧 以你的善巧方便 帮助他 感化他 这是真正爱语 表示你对他的关怀 照顾 第三个是例行 我们所作所为 对他是有利的 对他是有利的 决定没有害处 所作所为 对别人有好处 不要想到对自己有好处 这是个关键 如果头一个念头想到对自己有好处 你对菩提道上寸步 你不可能有进步 一定要把自己写掉 写得干干净净 常常想众生哭 常常念众生 不要想自己 你就不会再造罪业了 只要掺杂自私自利 掺杂一毫一分 都把你的善罚破坏 这是很可怖的一种事情 最后一条是同思 同思说他喜欢什么 我们不违背他的爱好 可以跟他同思 如果他爱好的是不善 也可以跟他同思 在同思当中 慢慢去诱导他 去感化他 最后令他回头 这就叫杜众生 四社房 意思非常的广泛 最初用在家庭 用在你事业上 你要是做生意 有个公司 应用在你公司里面 你这个公司 老板员工 活目 活目 相处 平等 对待 你这个公司 决定姓王 应用在你亲戚朋友 除世代价 除世代仁旧 你这一生 圆满成就了 所以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解除 这是头一个要学 四社法很多人念过 但是不会用 那个学也等于没学到 那么其次 佛教菩萨 除世代仁皆无 六个原则 就是佛经的朔语 叫六度 六度 头一个是布施 这个布施的意思 比四社法要深 要广 从初发心 一直到如来地 都离不开 这六个原则 故事真正的精益 是要 牺牲奉献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这叫真正的布施 布施 种类 项目 无量 无边 佛把它归纳为三大类 财不实 化不实 无微不实 这个三大类 财里面 又分作内财 外财 外财呢 身外之物 内财是身体 我们用身体 去帮助别人 现在常讲的义工 义工 是内财不实 这个出力了 这个出钱呢 这个是外财不实 财不实里面 内财不实 所得的福报 超过外财 这个里面 学问很大了 我们如果 要想得财富 财富不要多 多了 没有好处 要什么呢 日常生活当中 不缺乏 这就很圆满 生活呢 不要过得太富裕 辛苦一点好 为什么呢 常有出力心 对这个世间呢 没有贪念 生活太富裕了 对这个世间产生贪念 念佛 阿弥陀佛来 借引你了 我这个世间 还放不下 这世间很快乐 很好 还不想去 机会就错过了 所以生活 苦一点好 佛教给我们 佛 缘集之前 交代弟子 以戒为私 以苦为私 这个很有道理 我们常常生活 艰苦一点 对这个世间 一丝毫贪念的念头都没有 如果生活过于富裕了 对这个世间会产生贪念 而且呢 生活过得太富裕了 也给一些修行人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释迦牟尼佛 你看他老人家 佛慧二族尊 他的佛报跟智慧都是圆满的 他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我们中国人家过乞丐的生活 每一天云门突破 他过这个生活 给我们做示范 给我们做榜样 这样对于这个世界 丝毫贪念都没有 三云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我们今天世界人 迷惑颠倒 要讲求什么营养 天天吃维他命 我常常讲是维他命 损自己的命去维他命 凑到哪里去了 再告诉诸位 中国跟西方 所有一切的补药 全是毒药 你们看看那些健补的人 身体都不健康 这很明显的 只要自己冷静去观察 就晓得 天天吃补的人 身体不健康 还有许多很贫困的人 什么东西都没得吃 身体很健康 所以许许多多同修 也送了不少补品给我 我也常常劝导大家 不要送给我 为什么呢 我决定不会吃 但是你送给我之后 我都拿去做礼物送人了 我不要这个东西 我平常就是一杯热水 现在喝热水喝得多 以前还喝冰水 现在不喝冰水了 喝热水 也不要送什么好茶叶给我 我外行不懂好坏 你送了像明辈茶叶 送给我就约饿了 我很少吃茶叶 有的时候人家送我一点 给我泡一点茶 我都拿水给他冲淡 我的生活很简单的 健康常受是简单的生活 清静心 过简单的生活 这是最健康的 对于物质生活 勉强能够的去就好了 我看到摆了许许多多的菜 我都看到很难过 前一段时期 香港亚洲电视台的 有几位记者 到新加坡特别来访问我 那么在静宗学会吃饭 他们看到静宗学会十几道菜 来跟我说的时候 发誓 你们过这样的生活 这能修得成功吗 我听了这句话的时候 感受很深 他讲的没错 他讲的是个真话 不能成就啊 他还没到居士林去看 居士林二十道菜 但是居士林说 借饮众生的方便 可以 借饮众生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吃饭的时候 如果诸位同学要仔细去看 你看我 虽然那么多菜 我大概只挑个四样五样 我那一盘 我不会每个菜都都拉的 样素越少越好 分量也是越好 越少越好 健康成熟啊 记住古人的教训 病从口如 你为什么会生病 贪吃啊 吃成一身病啊 尤其是零食 你看我现在一天早晨吃一点西饭 中午一餐饭 我不吃零食 没有吃零食的这个习惯 身体健康嘛 一点毛病都没有 前年 我在北京 北京 北京有一个名医 刘先生 现在有很多人找他去看病 他一家人 听我讲经的录像带 听了好多年 在北京啊 遇到了 特地来看我 大陆上 国家有很多 高干的 都是他 替他们 来看病 那么遇到我呢 也给我爸爸们 我看他确实 是跟别的医生不一样 别的医生 把妹 手总是按得紧紧 靠得紧紧的 他这个手 好像当中有空隙 浮在上面 没有贴到我身上 所说的这些道理 我们听了 心浮口浮 他给我看了之后 他说我一点毛病都没有 直视这个内脏里面 还稍微有一点寒气 大概这是什么 冷气病 你一定是在冷气房间里面 住的时间久了 但是这个没有妨碍 如果把这点寒气 能够拔掉之后了 那就一点病都没有了 所以他也告诉我 所以他也告诉我 什么不要 你都不要吃 讲得很准的 很准确啊 去年 澳洲给我永久居留 拿永久居留 一定要检查身体 我在香港 检查过一次 到澳洲也检查过一次 医生告诉我 法师 你来检查 简直是多余的 往年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校的时候 李老师的中医啊 非常高明 他常常跟我讲这些 中国医学里面讲的原理原则 《内经》《灵书》里头所说的 人的寿命 正常的寿命是200岁 你为什么活不到200岁呢 你自己把你自己身体糟蹋掉了 身体像一个机器 像一部机器 你要会保养 会使用 不糟蹋蹋 正常寿命200岁 我在今年在新加坡 有几位从中国大陆 他们组了个团来看我 带来一张古林老法师的照片 给我看 我看得很欢喜 140一岁 带了四张照片来 140一岁 你一看到他的照片 就像七八十岁的 这个腰杆很直 没有脱背 他现在还在工作 他是一个寺院的住持 另外一个寺院的当家司 他还要发心到新加坡来看我 那么现在就是拿不到前阵 他也是天天在听我的这些光碟 乐运带 听说呢 他在很多年前曾经到过台湾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 他来看我的时候 我没有在 好像武道法师 他们曾经跟他见过面 在图书馆吃了一餐饭 那个时候130多岁 我想也许你们还能够记得住 这位老法师 今年140一岁 活200岁不成问题 你们不懂保养身体吗 自己把这个机器糟蹋掉吗 你管谁啊 那么有人问了 怎么样保养 我告诉大家 第一要清净心 心清净 身就清净 身清净 怎么会生病 怎么会生老呢 身心清净 我们的环境就清净 环境 决定是随着正报转 一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心地 其心动念 心里头 不要有忧虑 不要有烦恼 不要有牵挂 这些东西 伤身害命 你一定要清楚 你有事情了 你心里头忧虑牵挂烦恼 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能解决问题 那还讲得通啊 解决不了问题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还把问题搞复杂了 搞坏 解决问题是智慧 你没有烦恶 你没有烦恼啊 那个心里生智慧 所以清净心身智慧 智慧能解决 一切问题 你一分你放在心上 忧虑牵挂烦恼 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啊 完全不懂的道理 完全做错了 所以你要是真正做得正确 你心里头决定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 永远保持清净心 清净心 常生智慧啊 世界再复杂的问题 小是你个人家庭问题 大 天下国家问题 你都有办法解决 佛法的修学 就是求智慧 佛教是智慧的教育 佛教是智慧的教学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真有智慧 你就一定会修着三种不识 财法无言 那么你所得的佛报 你一事无碍 四事无碍 我们中国人讲 吉祥如意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你生活所需 绝对不会有问题 一切无限成的 如果你需要建立一个事业 你需要用多少财富 佛菩萨会送来 不要去找人 所以到场上佛菩萨建立 我们绝对不要操一点心 操心的事情不能干 古大德常说 多一丝不如少丝 少丝不如五丝 你们知道 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会 这是 景丰文具寺 捐献给我的 那个时候我跟他不认识 他来找我 说他是一个建筑师 在杭州南路建一栋大楼 要把第三层送给我 我听了半信半疑 过了几天 他就写一个书面的东西给我 表示他的诚意 我还是难相信 平常没交往没往来 突然之间送这么一档 一栋房子给我 到他房子落成 他把那个产权证书的时候 拉来给我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想害我 他说没有啊 我不想 不是绝对没有害法师的心 我说那房子每个月 要不要开销啊 他说要 我说到时候钱 差不多要五六万 我说你要我去 每个月找五六万 你不是害我 存心不良啊 好 时间到了